黑豆豬脚 我拿了我煮一盆 上了一盆 盖了一盆 那盆盆盖了 我下班了就直接回来了 前面没有 没了 我前面就来到木鲁花 盖了上了 等我先进去煮 那就开煮了 煮脚焯个水 然后这个是黑豆 拿来炒一下 这个已经煮开了 过一下冷水 过一下冷水 清洗一下 再打过滤 晾一下水 推动继续给它翻炒 已经把它炒熟了 嗯 烤得蛮香的 准备起锅 蒜头生姜 边炒一下 把它变香了之后 加入南乳 虾米加进去 猪脚放进去 蚝油来一点 酱油来一点 胡香粉来一点 白酒来一点 胡椒粉也来一些 盐巴来一点 冰糖也来几滴 把它翻炒入味 准备加入黑豆 嗯 这香味已经出来了 再准备放入这个黑豆 然后 加水 准备放入 盖上盖 哇 太好了啊 也已经堵了啊 走 放入去 嗯 蒜头 然后就直接 可以打碎 放入地瓜叶 这个地瓜叶只要加一点南乳 进去炒也蛮好吃的 看一下那个猪脚 我走过长长的一年四季 我总是想 我妈打个猪脚给你吃 我妈妈打个猪脚给你吃 我妈妈打个猪脚给你吃 好吃吗 好 这个肉就是不要煮太软 稍微带一点嚼劲了 这蛮好吃的 我这心中无谱 都是自由发挥的 吃点烫